还要告诉你的事呢 马总统下午到新北市中和东南亚主题书店参观 而且还秀了当地的问候雨 另外呢也谈到了外界批太依赖大陆 不过呢他说实际数据是呢 执政八年开拓了东南亚市场跟大陆的贸易比呢 反而降低 我经常被批判的啊 就是说这个我们经济太依赖大陆 民进党执政八年呢 24变成40 那人家想说马英九执政 不是50就是60 刚好相反 现在到现在为止大概38 大陆加香港 反正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稍微倒退了一点 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把跟东南亚的关系 本来14%的增加到19% 马总统这次也送上了中文 此点希望增进新著名对台湾的认识 只不过呢 东南亚关系好 最近台日之间才因为冲之扭交的问题 日方强压我国船只人员 双方出现了摩擦 不过媒体喊话 马总统并没有多做回答